目前機器人沒有觸覺能力 而中芯大學材料系發明自發電 沒有形狀束縛的觸控面板 可隨意來按照應用的需求變形 有望實現機器人的皮膚觸感 小小一塊黑色面板貼在手上 輕輕一按就能播放音樂 按壓不同位置還能撥打行動電話 像我們可以放在手上面 然後來撥電話 有別於一般面板總是冷冰冰硬邦邦 中芯大學發明的這塊具有彈性 沒有形狀束縛可隨意變形的科技面板 外有望運用在機器人皮膚上 過去只能實現單點 那我們這一次可以實現的整個 通道多點位的一個測量 所以我們整個又可以是大面積 所以它可以整個覆蓋在機器人的皮膚上面 目前機器人科技只能實現在聽覺與視覺 卻無法實現觸覺能力 透過軟性面板的發明 有望實現人機界面 元宇宙互動面板 抑制皮膚等 在未來的科技上具有相當潛力 過去傳統的感測器都是需要電池驅動 那我們這次可以不需要電池 它可以自己產生電力來驅動 所以已經把電池的因素給去除掉 面板不但具有可塑性還能自動發電 目前這項科技已經證實可以滿足觸覺面板 機器人皮膚 智能鞋墊 可變形鍵盤等 未來的應用上 將會不受拘束 廣泛使用 機器人城市捷 台中 差不多 有請 在錦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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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錦雲